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创连累的新高 今天更是跳空大涨 南下资金短期爆发了 北向资金出现了净流出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昨天A股成交量是萎缩到了万亿以下 跟北向资金这个净流出不无关系 港股暴涨会不会持续分流A股的资金 那A股的行情还能不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呢 那么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呢 如果说咱们看港股的走强 当然是机构对于港股的价值产生了共识的一个缘故 但是呢 咱们从最近港股资金流入比较多的标的来看的话呢 主要还是南筹股 这个实际上跟短期资金互盘是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明确的说啊 短期港股的强势对A股资金的流向 那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造成成交量的萎缩 但是呢 这个也只是短期行为 对于A股长期啊 这个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 它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而且咱们啊 最近从这个A股的盘面来看 是抱团股出现松动嘛 高位调整 主要还是获利盘比较多嘛 获利筹码多了 那短期套现分流啊 部分资金南下互盘 那也在情理当中 现在资金流动很方便嘛 当A股震荡调整到位以后 这个资金重新聚集 那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情 而且大家看到啊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 A股市场的风险偏耗在回升 在经济的基本面加速修复 而且呢 现在呢 流动性也非常的充裕合理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那市场的向好趋势的逻辑 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呢 大家也看到啊 尽管今天打盘调整 但是反而赚钱效应 要比前两天打盘持续拉伸要明显 因为指数的震荡调整啊 本质上只是在内部进行轮动 而今天啊 成交量 也再一次回到了万亿级别 所以这种调整啊 它不会造成集叠 所以短期有部分资金分化 反而它是一种好事情 那么这样一种分化的话呢 就会使得这个资金啊 貌似好像随时有风险 但是机会呢 也随时会产生 这个就是差异化市场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特征 像今天 市场呢 主要是围表着像房地产啊 纺制服饰啊 造纸板块来做文章 那么当然房地产板块呢 今天有九只股票涨停 房地产板块能够有所表现 主要还是跟这个经济数据有关系 2020年中国的GDP上了100万 经济数据 一支独秀 市场的预期比较好 当然大家要知道 现在房产政策比较严格 政治上是不支持的 而且呢 房产板块 主要是超跌反弹 前期的套劳牌是比较重的 所以这类板块呢 未来持续性不会很强 而像纺制服饰板块 那今天有六只股票涨停 造纸板块呢 也有三只个股涨停 这类板块啊 基本上都是低位超跌补涨 除了个别龙头以外 那板块整体持续性都不会很强 由此可见呢 现在热点轮动的节奏啊 仍然是非常的快 超跌反弹的行情 也还在逐渐的增加 高位突破的个股 在逐步的减少 所以呢 高位切换的现象啊 是指数和板块上 在同步发生的 这个呢 是高位震荡行情的 一个典型表现 所以呢 在操作上啊 对于超跌轮动啊 这个呢 是不可以追高的 追高不可取 那么在这波调整过程当中 小强打入会是一个主要特点 但是呢 小赤指它属于非主流啊 在当前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 以科创版 创业版 以及小盘类的超跌为主 但是 当市场调整完毕 祖神呢 再次启动的时候 那就是小市值该退堂的时候 那么资金呢 大概率又会重回到 大市值南筹白马谷当中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咱们明天接着聊 een talk Joe 20 感谢观看